灣區生活熱之多 Alvin 華麗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最近天氣真的有點冷 Alvin 都發生了 現在說話都有點吸氣 說得也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天衣 因為溫度速降很厲害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點 避免感冒 我們今天也是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的一個樓盤 位於我們南投鎮的嘉寶潤氣血 這邊主打是一個戶型非常之實用 價錢也不是太高 在我們南投鎮一邊 大約是一萬元的一個均價 但84方竟然可以做到三房 兩廳兩位非常之實用 我們先看看地理位置是如何的 主要是看看沙盤這邊 可以見到嘉寶潤氣潤旁邊有一個南投鎮 南投鎮旁邊就是海瓦繽紛城的綜合商業態 很多人買這邊都是沖著海瓦繽紛城的商業態過來的 有些人不想選公寓就會買房地的一個住宅 這邊的一個加寶潤氣全部是住宅性的 所以84方大家都可以接受到是做到三房 八十多萬 旁邊的一個設備都是非常之完善 還有我們的醫院、政府、海瓦繽是另一個商場 還有我們一家一、學校等全部都有 基本上你的生活配套在這邊一樣都不會少 你住在這邊無論是吃東西或坐車都有 說到坐車在香港可以直接乘西九龍到南投鎮 都是非常之快 不過要經廣州南投鎮旁邊再過來 但都是非常之方便 坐車可以去我們的城門口 有我們的直達巴士回到廣州的大橋 都是非常之方便 我們現在在賣哪一棟呢 前面這些就是早期開賣的 現在是賣的五座 五座是有分兩單元的 一、二單元 每個單元都是兩梯四伙的 一、二、三、四 前面這兩隻就是我們的八十三戶型 即是三房 兩邊單邊位一號、四號 就是我們的四房單位 我們等一會上去給大家看看我們的單邊位 都是簡單邊位給大家看的 三、零三和零四戶型 我們示範單位是二十三樓 給大家在高層的單位看著我們整個區位的一個景色 你想要低層看回我們花園景色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不過可能就沒有什麼漏層 先說了 低層已經賣了 現在要高的可能是九樓以上的 現在就先推我們的二單元 後期會加推我們的一單元 我們就直接上來看 如果是喜歡我們示範 不妨點讚和訂閱 如果想過來這邊提樓 可以掃描我們上方的一個QR Code 或者搏打上方的聯繫線 聯繫到Alban這邊 我們會有專車接送大家過來這邊提樓 我們就直接看我們示範單位 好 各位我們現在就上來到我們二十三樓的示範單位 在我們五棟這邊 現在最瘦也是我們五棟的這裡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風景和道士的樣子都是這樣的 我們上來到二十三樓 現在是兩梯四房 兩個是83平方的一個三房 還有兩個是三、四的一個四房 我們減了兩個單位給大家看看 接著我們競片一起看看 83是競片的一個護形 我們就減了一個單邊位給大家看看 入門這些都是膠標 三下一的一個智能密碼鎖 到時可以組織一個櫃 包住這邊就可以 再進入 83平方做到三房 你就別想著各個地方都有非常大的使用空間 就像我們一個飯廳一樣 這個位置很小 你擺一張四人桌都好像蚊蚊一樣 不會太大 廚房不用說了 不算太大一個腰形 其實就是利用到盡空間 只有這兩件是膠標 沒有配我們的一個宿布滿櫃 雪櫃也有地方放 再看看廳房 廳房也不算太寬 三下二的一個開箱 出來就是一個陽台 這裡盛聚是一個比較開容的景色 非常之開容 沒有遮擋 前面就有我們一個煙囪 大家可以看到 氣體這樣放出來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些是否會有污染 或者是對周邊的空氣不好 其實是不會的 你看到它這麼顯眼 不單單我們看到 大家都看到 如果它真的對空氣有污染 達不到排放標障 已經提早被人封了 所以不用擔心 存在就是合理的 我們再進來看看房間 八十三房做三房 會不會每間房都好 其實是不會的 你看我們這房間 它所有的飄窗全部都是打了 所以會顯得每間房都是大了一點 所以你不會覺得房間很小 還有洗手間 也不算小 然後就是另一間房 這間是陽台一半浸送的 但它全部都是幫我們封住的 所以你看這間房 其實放一張床在這裡 也是足夠的 然後再進來就是我們住院房 住院房也是一個套監 可以看到有我們的洗手間在裡面 然後也是有我們的飄窗位 所以要把床放在這裡 放一張床三邊下位完全可以的 朝向也是非常漂亮 朝向我們的南向 景觀也是非常開揚 所以這套單位是八十三個方 大家可能覺得 這單位不只八十三個方 正常是八十九平方做三房 兩廳兩位 但八十三方都可以造成這樣 所以它的實用率是非常OK的 八十三平方做到是兩個洗手間 三間房 廳房也是比較大 最小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廚房這邊和餐廳位是比較小的 說回價錢 八十三方這些大約總價是八十三萬 我們可以做回我們的一成首期 八萬多做回按揭 七十萬、七十五萬按揭 你月供如果供三十年 都是三千多四千元 都是非常容易上車的 你平時可能很少看到有這麼實用的戶型 然後我們再看回我們一個九十四方的單位 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 開放點讚、點訂閱 我們直接一鏡到第一個去看 門口這個位置到時大家都可以自己用 這個就是九十四的 這些全部都是交標 門口這邊多了我們的一間房 大家可以看到 房間也不算小 接著進來是兩邊的 有低露台 我們就看這邊 這邊沒有做露台 但開著窗戶也是南北通透的光金 接著是廚房 廚房正常 剛剛很夠用的 廚房也是一樣的 三一二的開監 然後出來可以看到 一樣是非常開揚的一個城市面貌 景觀 陽台也不小 也是送了一半面積 那就看房間了 房間 這裡就是一間房間 然後就是乾濕分離的洗手間 這邊就是另一間房間 這個也是送回我們的一半面積 所以實用就是浸送的面積會比較多 它的飄窗全部是幫我們打了 這間就是套房 這個洗手間也算比較大 相對比我們正確 這裡就是飄窗位 也是可以的 這間房 大家可以見一下 廚房上面也是做了一些食膏線 看到四邊也是做了食膏線 這些94房 大概總價是94萬元 都是一樣的 可以做回我們的低收期 今天來到南投拍攝我們一個家寶潤的希穴 就是因為這邊的護營是比較實用的 同樣這邊比較靠近我們廣州、佛山和深圳 我們現在在深圳那邊 乘搭在羅湖那邊過來這邊 是比較近一點的 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到我們南投站這邊 你也可以坐回我們的高鐵 到我們南投站這邊下車 回到我們家寶潤的希穴 都是比較快的 但是後期如果是深中通道通了 可能就是馬鑲島或者火具區那邊更快 今天來拍攝是因為它的護營是非常實用的 小區是今年的一個年底可以收樓 所以是非常之不錯的 總價都不高 大精裝 為了差不多一萬元一平方 非常實用 所以有興趣的街光 其實也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在南投站前面有幾個買得比較火 有海鴨崩紛城、紅紅柏月、星和盛世這些樓盤 都是買得比較薄 很多香港街坊都會選擇 因為有一個大型的購物店 海鴨崩紛城 深圳都有同樣的海鴨崩紛城 都是做得非常不錯的 所以後期很多人的消費都會過來南投海鴨崩城 其實住在這邊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就看回大家 如果想買一些實用性高的 低首期的 可以過來這邊 實地考察一下 再做決定 還未遲 OK 我們今期的視頻就到這邊結束 期待我們拍攝精彩的視頻 OK 拜拜